那个以17万片画,转手卖8736万的健保专家,后来怎样了? 在09年,朱先生带着家传的松阳汉百图来到了某健保节目 活动现场专家留言看到后,要求朱先生晚上面谈 留言对他说,这幅画不是乾隆真迹,不值钱 我倒是认识一些受伤家,如果卖给他们,你还能多要个三五万 朱先生顿时很沮丧,如果真的在节目中被鉴定为赝品 那这幅画就一文不值了,于是放弃了健保,同意留言找人买画 最终以17万元卖给了一个姓程的买家 直到11年,朱先生才知道,这幅画在10年拍出了8736万的天价 朱云这才意识到,自己可能被留言和诚信买家联手给骗了 于是将他们告上了法庭,但留言却称,他们的交易跟自己没任何关系 至于后来为何拍出天价,实际上是程某自己花钱炒作了一下 后来留言移居香港,继续以健保专家的身份活动,并没有收到此事件什么